大家好,我是老条 老又条带你去看 没看高的佳作 神作 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老老条 今天看的电影名字叫做《勇闯夺命岛》 话说美国有这样一位将军 这位将军立属于一支秘密部队 常年帮助国家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 任务成功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不为人知的奖章 任务失败更惨 家人不会得到任何抚恤 就连为什么牺牲都不知情 将军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接一个白白的牺牲 打算找政府要一个说法 而他等到的却是闭门庚 这也激怒了这位血气方钢的将军 将自己的勋章留给过世的妻子之后 带着自己得力的手下 把一座名为恶魔岛的小岛控制了起来 岛上的几十名游客成为了人质 而最令政府头疼的不单单如此 将军带人抢了一批毒气弹 这批炸弹具有更高的杀伤力 仅仅一颗炸弹就能在短时间让数万人死亡 一种不该被研究出来的生化武器 将军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在48小时之内交付1亿美元的赎金 这些钱会分给死去的战士家属 否则就将导弹发射出去 时间紧迫 当局马上找到了化学专家大猫 大猫别的不会 在研究毒气方面找不到比他强的人 大猫也成为了拆炸弹的不二人选 仅仅拥有技术人员是不够敌 将军控制的恶魔岛是一个迷宫 当年是一个戒备思严的监狱 从成立以来到最后关闭都没有记录过越狱者 想进去简直是不可能 好在FBI的局长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隐形人 他曾经就从这里逃了出去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被记录在档案 原因就在于他知道的太多 我们暂且称呼他为二狗 二狗曾经效忠于英国情报部门 在一次任务中盗取了美国机密文件 这里面记录了很多的黑料 有关于肯尼迪的 有关于外星人的 比斯诺登知道的还要多 不巧的是他被抓了起来 FBI用尽一切方法都没有找到档案 并且还不敢杀他 为了挽回FBI的面子 将他关押了起来 并且还消除了和他有关的档案 二狗曾经就被关在恶魔岛 不过凭借着实力逃了出来 这件事情也被高层压了下来 现在想要进入恶魔岛 只能求助于二狗 局长也做出了妥协 答应任务完成之后放他自由 但是转眼就把协议给撕毁 这局长做事有点太不地道 这都还没过何就拆桥 没有一点诚信可言 二狗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要求在五星级酒店洗个澡 理个发 低于五星级免贪 二狗趁着理发 一把将局长扔下楼 自己趁机逃跑 然后开车在大马路狂飙 这一段也拍摄了最值钱的片段 把一辆豪华的法拉利跑车撞毁 虽然只是一个空壳子 呵呵呵 二狗并非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二狗被关的三十年 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女儿 这些年没有做好一个父亲 他想得到女儿的原谅 FBI也在此时找到了他 大猫帮助了二狗说谎 带着二狗来到了基地 和特种小队商讨如何执行任务 而恶魔岛的地下管道相当复杂 必须带着二狗前去才行 局长也没有办法 一行人就这样来到了恶魔岛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拆完炸弹 发送信号 不然就要和平恶魔岛 另边的将军也发现了这批人的存在 派人前去堵截这只小队 在一个废弃工厂相遇 特种小队的人在下面 将军的人在上面 只要开战 特种小队必死无疑 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小礼 将军并不想伤害无辜 劝小队的人放下武器 队长有着自己的使命 不可能就此投降 不知道哪个笨蛋碰掉了一块砖 战火瞬间点燃 小队的人全灭 只剩下了二狗和大猫 此时的二狗并不想执行什么任务 他正打算如何逃跑 但是他遇到了最不该遇到的人 电影的主角 在大猫一顿猛烈的嘴炮攻势下 二狗被说服 答应了一起去拆出炸弹 在路上也互相聊了天 交代了自己喜欢蓝色的理由 和为什么会爱上大屌萌味这种奇葩的物种 大猫也只能呵呵呵 两个人相谈圣欢 不知不觉在聊天中拆掉了好多炸弹 只剩下了最后两颗 不过距离将军规定的时间越来越短 将军的手下决定发出一颗炸弹 威胁一下高层 这将军也不好说什么 再不做出点什么 真把我当冰猫了 可是这颗炸弹发射之后 被将军修改了路线 吊在了附近的海域 避免了数万人的伤亡 不过这一行为引起了手下的不满 一言不合就火病 能动手尽量不喝你废话 就是干 大猫也在此时赶来 将军在此前告诉了大猫炸弹的坐标 将军的手下手着炸弹 大猫将VX毒气扔进了手下嘴里 同时给自己打了解毒剂 在最后关头放出了信号 不过依然有几颗炸弹被蒸下 好在大猫和二狗都活了下来 局长打电话询问二狗的下落 大猫谎称二狗已经被炸死 找不到尸体 帮助二狗获得了自影 二狗为了感谢大猫的一举 将自己藏的机密告诉了大猫 电影的结尾 1996年豆瓣评分8.5% 好评率更是高达97% 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动作片 并且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 当年略带青涩的凯西 隔好莱坞的老息骨邦德 整部电影的演技相当精湛 剧情紧凑 没有多余的废话 看得十分过瘾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电影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